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 我們要上課了 來 各位同學 我們這堂課叫做台灣史解碼 台灣素解碼 你知道什麼叫做解碼嗎 什麼叫做解碼 買的嗎 什麼叫解碼 你有去日本買DVD嗎 從國外帶回來 放在家裡的Player把它放下去 買看的 因為都亂碼有沒有 所以需要解碼器 一樣 我如果說什麼東西解碼的意思 本來是軟糙糙 一堆東西你把它解開來 你就看一清二楚 來 盡快就做 我已經開始上課了 解碼就是本來是軟糙糙的東西 你看不到一桌就很清楚 今天為了要知道 這堂課有人看過嗎 看過舉手 看過 來 誰畫的 有看過 但是不曉誰畫對不對 沒關係 我告訴你 這叫高庚 有沒有聽過高庚 沒有聽過舉手 高庚 這個人 都聽過嗎 不要聽過 反骨有聽過嗎 反骨大家都聽過 反骨 反骨的相日葵 對吧 他跟反骨是室友 高庚跟反骨 一起住在 後來兩個人吵架了就跑掉了 那叫高庚 高庚畫這幅畫 你一知道藝術家 後期那時候 很多都把它 花掉了 都沒錢 所以很多畫家生活 但是這個再聰明 探究竟一陣 你知道接受的地方 叫做大溪地 有人知道大溪地在哪裡嗎 有人知道大溪地在哪裡嗎 有沒有聽過大溪地 在哪裡 在太平洋的 靠近南半球 南太平洋 靠近南美洲的外面 比較偏南美洲那邊的外海 到大溪地 大溪地比較多 當地的土著 要去去去去去去 因為那裡有很多錢 放在那裡很好用 所以去去去去去去 住在那邊以後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每天吃穿喝都沒有問題 三餐都有人服侍他 主人你吃飽了沒有 美女給他養太熱了還會扇扇子 每天都有人照顧得很好 照理說 這日子應該過得很好對不對 無憂無慮 用美女相伴 這就是台灣人被追求的 這不是 你們要愛這個嗎 對不對 有的人有點在搖頭 有的人點頭 這只有台灣人要的嗎 照理說 這應該像是天堂般的生活 高跟那時候就畫這種 因為他活在好像天堂日子裡面 無憂無慮 沒有欠錢 沒有欠吃錢 都沒有問題 結果他畫這幅畫的時候 居然給了一個名字叫什麼 有人知道嗎 那個名字 名字都不知道 哪有可能會知道 那個是什麼 支援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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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 什麼問題 待會兒我先不講 先看上面 他的名字叫做 我們從哪裡來 哪有什麼人 我們要往哪裡去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1897年的時候的一幅畫 你們大概都不曉得 什麼時候畫的畫對不對 我跟你講 差不多兩百多年前 你阿公阿嬤做那一幅畫 1897年 我們從何處來 我們是什麼 我們往哪裡去 照理說你活在天堂 就不應該有什麼問題對不對 你日子過得很好 問這個問題幹嘛 錯了 當人說的 生活上的需要都獲得滿足以後 下一個要問的就是這個問題 我們是誰 我們現在這裡做什麼 我們要往哪裡去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就是這樣 大家會問這個問題嗎 那是什麼人 我們現在在這邊做什麼 以後我們往哪裡去 這是什麼問題 我跟你說 這就是identity的問題 你這個人是誰 你要先找出來 要不然你這輩子 不知道在活著幹什麼 對不對 我們又不是動物 不是豬 不是餵飽就OK了 對不對 這個就是最好的答案 這個畫家 當他把餵飽什麼都不用擔心 也不用賺錢的時候 下部都要問說 那我在這邊幹什麼 我享受日子的目的是什麼 meaning 發生meaning of life 開始下一個就問這個問題 我跟你說 我舉個例子 先講一個故事 希臘有一個神話 叫做西西佛斯 西西佛斯 是一個很外傻的人 你知道外傻嗎 人傻傻 但是全面軟軟 外傻的人 因為他說外傻 所以他賺很多錢 他在世界上 所有的財富都給他賺得差不多了 他到最後他聰明到一個地步 連那個死神都把他騙了 你知道死神是什麼嗎 來 我上課的時候先 連死神 要把他抓去死那個西行都騙了 所以死神就很不高 那個宙斯 我現在講希臘神話 宙斯知道這件事就很生氣 就罰這個西西佛斯做什麼事情 小朋友如果坐不下去沒關係 讓他外面走一走再回來 OK的 OK的 還不 要自己走一走 洗洗再回來 可以喔 西西佛斯最後被 做被迫 已經死掉 因為上帝那個宗斯 罰他一件事情做什麼 有一個山 很高的山 每天叫他推石頭 每天推石頭這樣 哇 推一整天 辛辛苦苦推 最後他的石頭推到頂了 快到頂的時候 那石頭又滾下來 讓他不能完成這件事情 每天喔 戒登鋼又做同樣的事情 又開始推石頭 好不然快到下山的時候 石頭快推到頂的時候 石頭自己又滾下來 永遠沒辦法到頂 可是每天都要做 你們像不像你們每天的工作 永遠達不到目的 可是每天都要辛苦 每天都要做對不對 英文達不到 他 希臘神話很有意思 就在講這個東西 但是我跟你們講 另外一個東西 那西佛斯有點古老 我講一個最近的事情 最近有一 叫杜克大學的教授 做了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是什麼 我跟你講 他叫人家拼機器人 你知道玩具機器人嗎 他就叫那個學生 兩組人馬 一組人馬說叫你批 你如果做一台機器人起來 他有零件給你 組好了一台 給你兩百塊台幣 做 組起來 馬上比如說十塊美金給你 他就很高興他就組對不對 組完以後 他叫你再組 那一台就放旁邊 他說 第二組再給你組 但是這次少三十分 比較減二十塊 叫你再做 你再做 對不對 他就在那裡減錢 減到你賺不住 他就把錢一直下降 降到最後人家不願意做為止 那個人說 算了 你給的錢太少 不快做 你懂我的意思嗎 那個錢從三百塊一直降 降到最低 可能一百多塊的時候 人家就不想做了 所以就停了 對不對 比如說這樣有差不多 做到十個二十個左右 最後不想做 因為太便宜了 說十塊給我做這個 你還要幾點錢 不要不要做 另外一組人呢 也是做 但是這次不一樣 什麼 機器人一做好之後 他就當場把它 砰 弄破 躺在旁邊 叫你再做第二個 一樣給錢喔 一樣給三百塊喔 做好了以後 又放在旁邊 砰 當場又把它打爛了 又把它丟到垃圾桶去 叫你坐在第三台 你知道這個 這個中間的差異在什麼 一個是完成餅之後 把它擺得好好 這樣把它放在那邊 對不對 一個是你一做好 就把它打爛丟在旁邊 你知道 很多人受不了這個 就算你給他錢 他眼睜睜看自己 好不容易辛苦煮起來的東西 砰到就壞掉了 過人家了 之後 給錢 他都不要做了 這不是錢的問題 你知道嗎 所以 人不是只有為了錢 有時候吃 就願意做事情 你知道嗎 所以根據剛才做的實驗 證明一件什麼事情 他告訴我們什麼 我剛才講了嗎 人不是光是為了錢 還有一個是什麼東西 成就感 我做完以後 怎麼就 你就這樣 就打爛掉 我賺這個錢 就越來越沒意思了 他一樣給三百 但到後來 加錢他也不要做 我一做完你就把他撞掉 這是什麼意思 我到底在做什麼 只是為了拿錢嗎 人會 disoriented 就是完蛋了 他沒有方向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之後我慢慢再講 一樣的意思 人不是動物 需要知道什麼 meaning satisfaction 才有成就感 慢慢你要有identity 你這個人是什麼人 要搞清楚 所以我們一輩子 不是只有加青 你先搞清楚 我們是什麼人 你們這一次來上課 就是要清清楚楚告訴你一些facts 我跟你講 任何一個文化 它那個成長過程 都在慢慢告訴你 比如說你慢慢長大 那個人說你是一家之 你是老大 OK 所以以後你要做這個 這個 突然之間那個文化 就慢慢告訴你是誰 先跟你定位完了之後 你就要 fulfill 就是去做那件事 對吧 你去公司上班 也是說 你從軍以後就是當副理 你就知道我是副理 我得做副理的事情 對吧 你做公投 你拿到去帶人 對吧 你是家裡的老大 你就有老大的責任 對吧 以後你變爸爸 爸爸 是不是 你慢慢有一個角色出現 你就為了那個角色 再努力 辛苦再做那件事情 對吧 沒錯吧 你這輩子就這樣子 然後你做得好的時候 你就有成就感 我是媽媽 我把小孩子照顧得好 把他瘀得大 我有成就感 對不對 再怎麼辛苦做得下去 但是 如果有一天發現 你養的兒子不是你兒子那種 怎麼 主導的都不是你的 還是說你做這個 就根本 就每一次回事 就跟我剛才講機器人打爛一樣 台灣人辛苦了那麼多代 三代 都為了一個假的名字在做 叫做中華民國 很假的 待會再慢慢講 我要你來講這個 剛剛有一個名詞叫做資源回收人 這個當作伏筆 先放在那邊 我來講故事 我四年前創造一個名詞叫做資源回收人 叫做recycle man recycle你們知道吧 資源回收什麼 你知道嗎 每天都會資源回收對不對 不能說每天都這樣燒掉 你要拿回來 可以回收再回收 對不對 再利用 那什麼叫資源回收 人加一個人是什麼意思 這故事要從這時候開始講起 現在活在世界上 善居在世界各地的人 人類當然比六萬年更早 但是善居在世界 人從非洲離開之後 善居在世界上六萬年 六萬年以來 人都是以部落的形式存在的 有國家這是最近的事情 古時候沒有國家 古時候各地方都是部落 很多家庭因為共同的生活資源 水源 狩獵範圍 對不對 還是居住環境水源 這樣大到頂 家庭一多就變成一個部落對不對 部落跟部落之間 都有距離 但是燒到怎麼辦 不一定燒爬 有時候有的人想說 我要再結更大的部落 以後人家都不敢打我對不對 只有兩種情況 你講打架沒有錯 如果部落這些燒爬是怎樣的 過去全部幫你殺光 不會給你留火口 一個都不會留 為什麼 怕你跑掉以後回來又報仇 對不對 你出去之後又生一堆 又回來又報仇 所以一開始的做法都是殺光 不給你留火口 可是久了以後這樣不對 殺光 我的土地變大了對不對 你打敗了另外一組 你的土地是不是變大 資源變多 但是人變少 所以他比較聰明 他說 不然這樣 你那組裡面 比較厲害 比較聰明 比較用的男生 才殺 如果是什麼 老肉婦孺就給你留下來 對不對 我土地變大 你去給我 種田 留下來做什麼 每天就是這樣子 進走 你去種東西 時間到了 我就把你東西拿回來 就是過去 你看每天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 唱歌吊舞 就是他們 這種人 我就跟你講 這個叫做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 就是這種 頭子都砸掉了 上面就是頭被砸掉 沒有效忠對象 他過去效忠那種 現在換作物 我就不准你再效忠你過去的人 你現在效忠我 但是你不用懂那麼多 你只要做事情就好了 其他事情都不用辦 你幹嘛每天就吃飯睡覺 唱歌吊舞 領薪水 像不像我們現在每天的生活 很像嘛對不對 你不要想那麼多 每天讓你唱歌吊舞 看連續劇 去公園裡面聽歌跳舞 這都做這種事情 時間把水抽回來 隔壁就一個資源回收層 叫香港 香港過去是不是 中國輸給大英 就割了99年給他 大英帝國就在那邊設立一個系統 香港人每天都吃飯睡覺 唱歌吊舞其他不要管 結果中國要接收 時間到了 尚都回來 香港人跳起來 不要不要不要 對不對 因為比較落後的系統要進來了 可是你是中國人 還給他是應該的 對不對 我為什麼講他資源回收的人 待會你就知道 所以他看到新的系統進來以後 他發覺受不了 這個比較落後 我不要 所以去站中對不對 記者就問他 你為什麼要站中 為什麼要去佔領這個土地 要抗議什麼 總緩地區 有個說 我們不喜歡這個總督 他說你為什麼不喜歡這個總督 他長得跟我們不一樣 他哪裡長得跟你不一樣 他有投我們沒有投 你知道嗎 中國派了一個特首在那邊 對不對 特首是有投他效忠中國北京 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要對中國中央負責對不對 你香港就要聽我的 對不對 香港人以前是被當作 沒有投的人在管 管灌 看得不得逃 跟他不像 抗議 抗議也沒有用 沒有投的人做事情也無頭無腦 所以他去抗議也沒有什麼結果 因為他不曉得訴求什麼 你只要把餵飽吃飽 都安靜了 他自然就消聲匿跡了 你知道嗎 中國我們要抓這些人到處亂跑 對不對 比較有辦法比較有錢 就開始移民啊 紐西蘭啊 澳洲啊 加拿大啊 是不是比較有辦法到英國 結果這些人到哪裡去 都是一樣 都是投的人 沒有投的人 到當地就是開始吃飯睡覺 唱歌跳 買東東 賺錢 然後繳當地的政府的稅 資源回收人到哪裡 還是資源回收人 他不會突然跑出一個投出來 你知道嗎 來 這貴基就是這樣 部落 我現在加入另外一個元素叫做宗教 慢慢我增加 越講越多 來 部落戰爭在征服對方之後的統治手段是什麼 把你這個部落收編了之後 下一步要做什麼動作 讓你 他一定希望你比較聽話 對不對 我不會讓你收編了 還自以為是誰在裡面亂 我一定要讓你乖乖的 怎麼讓對方乖乖的 控制幾個東西 你現在你的位置已經跳好 你不是爺爺爺爺爺爺 你現在必須說通底架 你現在每一個以後也是統治者 你統治者的思想要換 換成什麼 如果有一群人被你收編了之後 你要怎麼管他 來 跟你講 就這幾個動作 宗教語言性事 以前在中東地方打仗 都是要把他們自己的神擺出來 有的人把鱷魚 因為中東的尼羅河鱷魚很兇 鱷魚神 有的人在沙漠裡面叫做 崩溪盡 眼鏡蛇 所以把他們自己的神堆出來 再打架 結果鱷魚那一組就贏了 打敗了眼鏡蛇那一組 打敗之後 資源會受人照我講的 收回來 男生全部殺光 來了之後 准不准剩下進來的人 繼續拜你以前的神 不可以了 你如果再拜的話 心裡就想我跟你不一樣 有一天會煩 對不對 他就教他小孩子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做什麼 宗教要給你改掉 把你滅掉 第二個 語言要給你改 你們家費用 你是要學他的話 還是他要學你的話 當然他要學你的 對不對 一樣意思 他們不是奴隸 他們是僱員 連僱員都這樣努力更糟糕 對不對 我怎麼穩穿你再說過結尾 再來什麼 姓事也給你改 你只要姓還留的 就表示你是不一樣的人 猶太人以前保留他的信 他都知道他自己 保留他的語言 所以他不會散掉 保留他的宗教 不管怎麼去埃及當努力 也是一樣 但其他地方不是 我們台灣人 這就是過去我們台灣人 遭遇的事情 你現在拜中國沒有一項市 台灣人本來的 你現在過去的語言 你不要以為台語就是台灣人的語言 他也是福建那邊來的語言 對不對 以前我們是平不足的 跟高速做的後代 我們因為被汉化的結果 都以為是我們是那種人 所以沒有所謂的客家人 沒有所謂的福建人 沒有那種的 因為他是強勢文化給你改起來 我們在土地超過四萬年 比中國以前 我待會兒會越講越清楚 姓氏也是啊 我們以前是那種姓氏 原住民的部落姓氏是 阿公加雄爸爸的名字 加雄你自己的名字 這樣子而已 為什麼只有三代 以前人平均壽命不高 你只要追財產追三代就差不多結束了 印度現在還是有這種姓氏制度 來 很簡單的一個圖 把整個歷史給你一個 整個構造給你 整個架構給你 來 一開始四萬年前是部落形式 M.E.G.4 待會兒會講什麼叫M.E.G.4 再來大渡王國 我們以前 台灣就是TODAY 四萬年前就開始了 很多部落在上面 很多部落 然後越高越大以後 有一個大型的部落 你們知道部落是什麼嗎 部落 越級越大到一個 一個地步叫Kindon 王國 小的王國 像歐洲以前也小的Kindon 對不對 日本也不同的翻 來Kindon之後會發生什麼 越來越大變成 像聯合國 不是 後來變國家 Nation Nation之後變成 像United States 不同的State加在一起 United Kingdom 不同的Kindon加在一起 就是大英國協 你知道嗎 越解越大 為什麼要越解越大 越解越大 沒有人敢欺負你 小小人家會欺負 對不對 大家知道 來 後來 後來怎麼樣 我們在這島上 好好的生活三萬年四萬年之後 到最近十三世紀開始 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人類的航海技術關係 西方比較強的國家 就開始有船進來 探索你們這塊地 處女地 對不對 為什麼要過來探索 因為有資源 可以做生意 可以買賣 有原物料 對不對 因為你還是部落 你比較落後 所以他只要軍艦 一台軍艦就把你吃掉整個 北部 台灣的北部都叫河蘭人通地 對不對 就不同的 這叫做殖民地 殖民地我給一個名字 叫做 Predator 叫做掠奪者 掠食 你們去看動物頻道 那個掠食者 叫Predator 掠食者 OK 那叫掠奪者 所有的殖民地 我給他名字叫掠奪者 什麼叫掠奪者 說一個粗的 就是什麼叫殖民地 就是男生對女生 有性需求 但不要跟你結婚 不想負責任 這樣知道嗎 與取與求 這就是殖民者 對殖民地的意思 發生事情不要幫你 比如說 以前冰冬外海 我們的高山座 有那個美軍軍艦擱淺 就他們軍人上了案之後 被我們高山全部殺光 美國人聽到我氣死了 就派人到大清帝國 跟他們皇帝講 你把我們台灣的人 就賠款 那你台灣嗎 大清帝國怎麼說 這是化外之名 不歸我們管 法語不法 有貴國之才之 盡在你處理 這不是我們的人 對不對 那表示他就把你當殖民地處理 遇到事情 如果後綱他都會愛 資源拿到光他就離開 要不然就是發生事 他不想負責 就是這個態度 以前大清對台灣 他號稱統治很多年 實際上他的態度就是這樣 永遠把你當作 把他自己當作掠奪者 你知道嗎 他只要資源 不要負責 過來 眾多的掠奪者之間也會打架 因為利益衝突 對不對 所以大清也會跟荷蘭 也跟西班牙 跟日本都怕周會 日本是最早來的 那之後再講 怕周會怕到最大的贏 最大的贏 最大的是誰 所以1895年的時候 馬關條約簽訂了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大日本帝國打敗了大清 大清就割讓台灣澎湖 跟遼東半島給大日本帝國的皇帝 對不對 我們現在都知道 上過課現在知道是皇帝 對皇帝之間的交易 拿到手中的話 這次日本皇帝的態度不一樣 你平常追女還是怎麼樣 請你吃飯啊 對不對 你喜歡漂亮的東西 我買給你啊 對不對 對你百般呵護 對不對 把你整得漂亮 最後帶一門 取進來 一樣 大日本帝國對台灣也是這種態度 幫你建設50年 對不對 把台灣人改變 氣質改變 整個文化教育都提升 變成帝國水準 最後取入文 1895年4月1號 發生那件事情 好像結婚一樣的動作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從此以後 天皇會保護你 換取你對他的效忠 這個關係 就不會改變 所以叫做什麼 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永久性喔 過去從來台灣沒有主權過 你不要以為台灣是台灣 你的主管是當時 什麼時候建立的 連大清帝國都沒有建立全台灣的主權 這個主權是什麼時候出的 大日本帝國啊 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日本人剛進來的時候 發覺東半變不是你的啊 你大清只統治了幾個點而已啊 這個整島不是你在統治的 為什麼東半變高砂族的土地 都繼續活他們的生活 不歸你大清館 所以日本人說 這邊不是他的 那是怎麼會 好像你賣家 連隔壁的房子都會 放在契約裡面給人家一樣 拿到一頓 美國就找美國問 這個是什麼狀況 美國給人一個答案 說這叫做部落形式 你獲取他土地的話 就是用征服的方法 攻擊 攻擊全島 所以 花了十年 把整個台灣的島 征服下來以後 做了 就是 那時候才真正建構了台灣第一次 有史以來第一次有主權的時候 主管啊 從此又開始有主權 主權之後 1895年 一開始就皇民化一步一步來 不然你不要說一句啊 雖然是天皇的土地 可是上面的人 就像愛奴族 北海道愛奴族一樣 一開始也是另外一族的人 那日本皇帝把他征服之後 要慢慢把他皇民化 最後成為大日本效忠天皇 趕快台灣也經歷同樣的過程 最後是合法 按照國際法一步一步來 最後 這叫Permanent Change Permanent就是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因萬的啦 就像你的性質一變 就變不回去了 你已婚就是已婚 不會變成未婚 你知道嗎 人很奇怪 你已經結婚 不管你是離婚什麼 你就是已婚 已經結過婚的意思 物理性就是改變了 台灣就是已婚 已經是大日本 所以這不會改變 所以佔領不宜轉主權 你們初級班 只要選這兩件事情就好了 佔領不宜轉主權 對吧 可是喔 這個事情在發生的時候 裡面發生一個 我跟你們講另外一個名字叫什麼 餘虐 就是觀點不願改變 就會產生所謂餘虐 下面一個叫餘虐 以前大明化大清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些反清負明人士 留在台灣 對吧 這叫餘虐 因為它 系統改變了 他不願意改變他的觀點 英文叫做Paradigm Shift 那個字你們自己上網去查 叫Paradigm Shift Paradigm Shift 這個講得更多 以前物理的時候 從牛頓物理走向那個新的物理 那再說 現在講這個餘虐 當然就是餘虐 換成日本之後 還有那種抗日 那就表示你一個大清的思想 明明人家已經明媚正確 跟你拆一門了 還有孝順過去 跟你交的男朋友 就是這個結果 可是喔 現在有台灣人說 欸 你說沒有錯啊 日本天王土地 為什麼現在是中國人這樣 因為二次世界上 大戰的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什麼事 就是我們大日本帝國被打敗了 那些把你建議的美國很要求 把你過去的男朋友帶回來 再召喚你一次 中國人 中國政權又給你進來一次 這是我們經歷到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用法理的方式 把他們趕走 叫美國說 你既然主要佔領全國 你來佔領啊 為什麼會叫別人 而且違反三生法的事情很多 現在不想講太多 我們繼續講 所以現在有一個問題 我剛才一直講 identity 台灣人你的identity都要什麼 你如果沒有搞清楚之前 你過去所有的辛苦努力 你建設的東西 都是歸於枉然 了然 了不起 你是在建構中華民國 不是在建設 為了台灣 對吧 你是為了另外一個國家在建立的 你的努力 你的辛苦 你的繳稅 你的所有的買武器 都是為了另外一個國家在做的事情 幫那個流亡政府就地合法 所以現在台灣人要搞清楚 我真正我到底是誰 你們現在知道嗎 我跟你講 拉出兩個主軸給你 一個是by law 在法理上你是什麼地位 第二個 by blood 你在血統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兩個要搞清楚 by blood的話就是跟什麼 ethnic identity 跟你這個種族有關的事情 台灣民政務就是抓這兩個主軸 這兩個主軸就是台灣的解釋權 台灣到底是什麼地位 在法理上 by international law 國際法 它就是說你國籍上的認定是什麼 我們抓出來了嘛 就是大日本帝國 在血統上 你是福爾摩殺人 福爾摩殺 你知道嗎 很清楚啊 我講了那麼久了 如果有錯誤的話 老早就有人跟我吐槽了 我們只基於幾個 民政務在這邊講課 只講三個東西 什麼 歷史上的文件 科學上的證據 邏輯的推理 其他不跟你講 因為我們相信大家都會知道 自己用頭腦想像就知道 沒有在訴求什麼偉大的事情 來看這張圖 有沒有看過這張圖 看過舉手 沒有 我跟你講 國家地理頻道有沒有聽過 有嘛 有看嘛對不對 沒有看過舉手 都看過了 沒關係 第一次看 我跟你講 國家地理頻道很好奇 同時我要補另外一個資料 就是人跟人生一段 就是傳宗接代的時候 怎麼樣 有上過課嘛 染色體對不對 人的染色體會複製 就是爸爸的切一半 媽媽切一半 搞得會變成新的小孩子出來 所以你的妮娜才長得像你 或者像你太太 如果長得都不像 就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現在人家說 那老伯很好 給他死了之後 怎麼樣 財產老很多 他們都噴了 突然之間冒出一個人 跑進來說 我也要噴 為什麼 我兒子 我在外面的頭身 你親切公共 怎麼證明 現在都用什麼方法 DNA嘛 對不對 去淹費就知道 對不對 一樣 台灣人什麼人 淹費就知道 國家地理頻道做一個證據 我剛才講複製 複製的過程會產生所謂的突變 突變的時候就變成 這個突變就會跟著你 因為它突變的位置 不可能再重複同一個地方再突變 因為DNA裡面那個基因排序是幾億對 上億對 可是現在很容易 因為科學發達 用棉花棒 在口腔裡面刮一下 丟到機器裡面 一出來 一兩天就出來了 幾億對的染色體排序 馬上給你出來 讓你沒效射 不能親切公 所以他們用這個來倒追 倒追什麼 把所有人類從哪裡來 往哪裡去全部抓出來了 厲害吧 他們做了幾個樣本 71萬個樣本 抽樣 人的血液去抽樣 全世界抽抽71萬 我跟你講你只要做市場研究的話 通常台灣這麼大小 兩千萬人 差不多準備個三五百個樣本就夠了 就可以涵蓋所有台灣地區的 那個市場的調查的結果 你全世界幾億人 我們說71萬 綽綽有餘了 所以呢 後來這張圖就出來 你們看這圖上有箭頭對不對 往哪裡去對不對 那就前面嘛 你就跟著那個倒追嘛 所以這邊都是箭頭 全世界喔 你們知道這幾大洲嘛 對不對 非洲 亞洲 北美洲 南美洲 澳洲 對不對 上面北極下面南極 這是人類遷徙圖 Human Migration 最後他們追發覺一些事情 所有現今活在世界上的人類 都從一個地方來 會看嗎 所有箭頭都是來自於 有沒有 箭頭這是尾端嘛 最奧告都一樣 你就往前找嘛 有沒有 然後上面有數字先不管 最到最後這裡是哪裡 會不會看地圖啊 這裡是哪裡 非洲 所有人類 六萬年前 從這裡出來 六萬年前之前 我不知道 但是在這裡 至少六萬年前 紀錄從這邊 有從這裡出來 所以全世界的人 都從同一個地方來 很合理喔 六萬年前喔 時間還不久喔 現在現今活在地方的人類 六萬年前都從同一個地方來 講這個的結果是什麼 徐老師你講的太多了 大山老師你講這個 有點遙遠 我想知道台灣人對都要來 台灣人 好 來告訴你 這邊有個數字叫做M174 對不對 M174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從非洲出來以後走到什麼 南夜門 這六萬年前喔 南夜門走完走到哪裡 這裡是哪裡 會看嗎 沒有人知道啊 至少國中高中畢業吧 這裡是哪裡 怎麼會是泰國 在印度啦 印度對不對 印度再來才走到 所謂的 馬來半島嘛 對不對 印尼 馬來西亞嘛 對不對 然後之後才慢慢走 走到哪裡 這裡你們自己住的地方 不知道啊 這台灣啊 這個時間是四萬年前 剛才從六萬 現在四萬年前到台灣 再來走到哪裡 你們不會看嗎 台灣然後再往上走走到哪裡 日本 日本 日本完了走到哪裡 有沒有 M174 進到什麼 對啊 就是 這個地方嘛 就是 朝鮮半島的北部嘛 對不對 再從這邊最後進到哪裡 顛緬地區嘛 對不對 最後啦 這樣會看了嗎 四萬年前 這樣子慢慢走走走走走走 然後在這塊土地的上面 那這邊是歐洲嘛 這邊是所謂的 中原地區嘛 對不對 有什麼人 有蒙古下來的 有沒有看到 有從 中亞來的 有沒有 有從歐洲過來的 有沒有 從地中海那邊過來 有從西藏印度 在尼泊爾這邊上來的 有沒有 十幾種人 對不對 在兩萬三萬年前 來到這個土地上面 不同的部落在那邊染皺會 那是什麼意思 所以 誰是雜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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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土地上面是雜種 對不對 會看嗎 十幾種人混在一個土地上面 互相打來打去 過了兩萬年 不會變雜種 是什麼 所以 都會這麼雜種嘛 對不對 那一準韓國人 知道這件事情 都很高興 說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那中國人去到那裡 人家韓國人是根據事實啊 韓國人 有一部分的中國人 血統是從韓國過去的 對不對 沒錯吧 韓國人從哪裡去 日本嘛 對不對 日本從哪裡去 台灣耶 台灣 再往前就是馬來半島那邊追 追到非洲 所以 聖宗最遠是追到台灣耶 中國人要聖宗最遠追到台灣耶 是 他就要把我們拚 不是我們把他拚 對不對 中國人的祖先從我們這邊去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要把我們拚 不是我們把他拚 現在懂嗎 聖宗最遠要追到台灣來 沒錯吧 我是講科學證據嘛 所以你每個親民節 跑去拜中國人當你的祖先 你就拚走了耶 是不是 台灣人親民節一去拜中國人做 你的聖宗最遠追到中國人 你就拚走了 拚什麼做 拚你四萬年以來做生 台灣人過去都傻啦 因為搞不清楚 人家親才跟你騙你就去拚 那他拚香對拚 從來沒有搞清楚科學證據是什麼 我現在告訴你血統啊 中國人一部份的系統是 剛才是台灣的 相對他們的血統是雜的 是亂的 全世界沒有所謂的中國人 我跟他說得比較直接的 你問中國人就好啦 什麼叫中國人 連戰共存種的中國人 你笑死啦 全世界沒有存種的中國人 你告訴我 有的話請你把它DNA定義出來 說這叫中國人的血統 那我拿我的血去跟你對對看 他拿不出來嘛 為什麼 就在土地裡面十幾種人混到 上萬年了 沒有存的啦 全部是雜種 甚至於最近你問他 什麼叫中國人 漢滿門回藏廟廟 都黏黏一堆對不對 六十幾種民族在這個土地上 你說哪一種是中國人 蒙古人是中國人嗎 當然不是啊 女真是嗎 不是啊 西藏是中國人嗎 不是啊 它是另外一種人種啊 是不是 你把藍藍做就會叫中國人 後來中國人 不好意思啦 我覺得漢人是 那漢人在哪裡 你也定義不出什麼叫漢人的血統啊 沒有這種血統啦 搞不好說 好不好這不要講 我們講華人好了 那我問你什麼叫華人 講華語叫華人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啊 他們的定義就是講華語是華人 對不對 所有語講英文就變成英人了 是不是 印度人不是英人啊 新加坡也不是英國人啊 美國講英文也不是英國人啊 是不是 所以語言不是定義一種人種的方式嘛 留在你身上的血嘛 所以Dr. Spencer這個計畫的主持人 講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人類歷史故事 是記載我們的血液裡面 不知道要讓你騙的啦 我們講的是科學證據啊 要不然你跟我邊邊看啊 你拿出新的市政來推翻我的論述啊 講了三四年 人家欠就欠這個啦 人家親才會說你中國人 你去拜中國人做你做什麼 你的生也是人士信給你的 你補不適嘛 你是佛摩山大這個土地嘛 明媒證取變成大日本帝國的人 就是這樣科學證據 來我們繼續講 學老師哪有可能人走的 過期也不適 我告訴你過期的土地 你們看過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裡面 它有所謂的淺藍跟深藍地方 深藍是過期的海啦 淺藍地方以後 以前的人用走路的 可以走到南美洲去 所以你現在去台灣海峽去挖 可以挖到很多早期的古蹟耶 以前在海底的 因為這邊可以住人啊 以後我再慢慢講這個 來 時間點 Breakdown 這是以前歐洲 在法國南部 他們找到壁畫 你們看以前 直接用碳同位素把它撤出來 有這種動物 有沒有 時間點是三萬兩千年到三萬年 歐洲人那時候好驕傲喔 我們是人類的祖先從我們這邊開始 歐洲人那時候很驕傲 因為我跟妳講其實不是 因為歐洲的科技比較發達 它早點發現 到後來變這樣子耶 最近在印尼 居然挖到比歐洲更早 四萬年前 印尼挖到這個 我跟妳講這個沒有開玩笑 為什麼 這個跟我的時間點完全符合 六萬 五萬 四萬 三萬 兩萬 一萬 按照顏色 最早是在澳洲 同樣時間後來才走到所謂的這個地方 才到歐洲 歐洲符合三萬年前 可是四萬年前 五萬年前 這是歐洲 印尼是四萬多年前 來跟你講這更早 澳洲 你有沒有看到它那時候壁畫 畫了一個很奇怪的鳥類有沒有 又不是KANGARU 又不是那個 KANGARU是什麼東西 中文怎麼講 KANGARU KANGARU是什麼 一個尾巴叫KANG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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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恐龍 KANGARU 那個叫袋鼠 來 這個時間是四萬年前的壁畫 澳洲 澳洲 你有沒有看過 你有沒有看過 超人 超人 大部分你看到都是這樣 對不對 你沒有看過這種人 對不對 他跟一般超人哪裡不一樣 沒有頭 沒有頭 沒有頭的超人 Superman 沒有頭 就叫R-Man 很好笑 為什麼好笑 我要跟你講這個 你們在座各位有誰是超過一千人員工的公司 老闆有沒有 沒有 我看一百個人都沒有 上次有一個銅鏡局所他有超過一百五十人 他說很好很好 但是沒有到一千人 沒有一千人啊 你有超過一千人 你們公司有超過一千人 不可能 我跟你講 來這邊就是要當民政府官員 台灣民進府四千人 法靠兩千萬台灣人 兩千五百萬台灣人 四千官員要去管兩千人 平均一個人要管幾個人 我說六十萬人 你怎麼會去管 你怎麼管 你從來沒有管過啊 你那一百個人都沒管過 兩百個人一千個人都沒管過 你要管六十萬人 平均啊 我可以說平均啊 你有可能你們在座 可能當軍手 可能當知識 豬叔啦 還是軍手啦 你去考試考過就是做軍手啊 軍手下面馬上幾十萬人給你管 你怎麼管 所以我們要教你嘛 對不對 是有方法有制度來教你嘛 讓你本來沒有這個能力 馬上有嘛 所以你看我們的課程非常 我跟你講 現在還是初級班喔 你慢慢上到高級班 然後上到那邊的 你現在越來專訓 各種訓練就越來越深喔 那就不是你們現在可以想像 之後你就會穿上西裝 因為我們規定非常嚴格 你才會卡住去執行這個任務啦 無關你過去社會裡面 黑什麼 以前國民黨系統黑什麼東西 以後都沒有用 先跟你講 因為不是用那種方法在管 因為我們是被美國佔領 照美國的方法來管台灣人 就是要用制度啊 Systematically給你訓練嘛 來 首先要對人分類 你要管人你要給他分類 不是染什麼 那個英文叫 不是全部放在一起 來當作管理 你要把人分類 簡單的分三類 一個是有頭的 一個是沒有頭的 一個像動物一樣的 有沒有看到 根據什麼 根據他行為的原則 他這個人做事情 是根據什麼在做事情 下面比如說 最近有年輕人在高雄 喔 騎桌外 晚上伴不睡 拿無數都在路上砍人的腳 警察把他抓起來說 年輕人你在搞什麼東西 你知道那年輕人講什麼 爽 這句話 莫名其妙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群人 就會跟動物一樣 當他獵食的本性 跑出來的時候 他不能壓抑 他就要出去砍人 去滿足他獵食的本性 這個人看到 男人怎麼瘋狗 就想上 看到吃就要唱來吃 就跟動物一樣嘛 對不對 你們家有動物嘛 沒有在關的什麼理由 沒有在說那種 那種 那種就是那種人 完全就跟動物一樣 動物你怎麼控制 用食物控制他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用食物可以控制獅子 對不對 可以控制老虎 我就用食物來控制大象 沒有錯吧 跟大的動物都可以控制 用食物 這種人只認食物就好 你就是控制他 就用這個方法 可是你也不要小看這種人 這種人佔我們社會中 百分之四十 三十四十都有可能 端看那個社會 是不是發展到很先進 越落後的社會 他下面這群人 人數很多 你也不要小看這種人 他可能很好 他可能開的是 Lamborghini的跑車 住的是地堡 有私人飛機 可是賣收水油給你喝 現在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對不對 就那種人無關別人的希望 他要賺錢 他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所以不是跟你有錢 沒有錢沒有關係 可是他的行為主宰 就是跟動物一樣 有吃有穿 他就視血性就造出來 這個人就是這樣 他以馴服的程度來劃分 動物還分三級 越下面動物的本性越強 越上面越馴服 我以前養過那種狼狗 狼跟狗混的第一代 我養了牠十幾年了 我每一次吃飯都怕怕 因為我把飯碗推過去之後 手再蓋回去 馬上來咬 不管你是不是他主人 因為牠的野性還在 動物的野性 鴨性還很強 但是養到後來 後來養了狗 就患得比較馴服 馴服到一個程度 我們家的鳥 很難吃 你給牠的食物 態度不好 牠不想吃 牠不想睡覺 牠都在教會把我佔面子 牠以為牠是人 你懂嗎 把動物交到太好以後 牠會自以為是人 所以我想講英文 越下面越 physical 越上面越 subjective 就是有主觀意識 你把動物交到牠 有主觀意識 來跟你對談 可是還不是人 在上面 這叫人 只是沒有頭的人而已 沒有頭 我先不講沒有頭 我先講有頭的好不好 有頭的人是什麼人 再回過來講沒有頭的人 有頭的人就像什麼 有頭就是有效忠對象的人 比如說 熱身療養院 來了一個外國人 白人高高又英俊 從美國那個家庭環境很好 學位很高的 跑到台灣的熱身療養院 每天替我們台灣人 都不在乎台國的人 每一天替我們玩 很有愛心 很有耐心 慢慢這樣子 換了一輩子 平常也沒點心碎 很簡單 有飯吃他就吃 跟台灣人吃的一模一樣 你會覺得這個人莫名其妙 有人覺得 要有好心 關錢給他 就捐了很多錢給他個人 他也賣 錢又關出去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不在乎 我跟你講他就是有頭的人 什麼叫有頭 他所效忠的對象 就是他人生活的目的 他效忠是誰 上帝 上帝叫他來他就來 上帝不准他來台灣 他就跑到別的地方去 對不對 上帝叫他去非洲 他就變成死懷者博士 叫他去印度 他就變得蕾莎修女 他是以取悅他的組織 為他人生活的目的 你給他錢有什麼用 他不准你來台灣 上帝不准他來台灣 他也不敢來台灣 我不是他自己想做善事 你又弄錯了 所以那些記者去訪問他 訪問德雷莎修女 他們問錯問題 德雷莎說不是 我不是為了這件事情在做的 所以你送他錢也沒有用 因為錢對他來講沒有意義 可是錢對這一段賺的人很有意義 這件沒頭的人每天就是用錢來賺 我開什麼好車我穿什麼名牌 因為他沒有效忠對象 他的價值就是你的最終極價值 是以什麼來評估 來決定他的行為會怎麼做 你知道嗎 他以取悅他的上帝為他 可是你也要選對 你選錯比如說IS 對不對 他也是有頭的人 可是他有這樣也帶人也好 IS的生活條件並不好 他這樣去殺人放火 不是 摧毀那些古蹟一樣做得出來 我現在講說有效忠對象 我們大部分社會上百分之 我剛才講百分之四十 這就百分之六十 你的中產階級越大的 社會穩定度越高相對 這些人只要每天忙著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買東東 製造生產這樣就好 這些人也改不了 你要給他裝頭他會跑掉 你知道嗎 他可能是諾貝爾獎得主 可能是首富 可能各方面都很厲害 可能是CEO 可是他不效忠任何國家 這種人到處買房子 台灣也有房子 美國也有房子 都要有好康有的照片 都要去 他跟這個土地沒有結合 他沒有效忠任何人 他永遠要取得最大利益 對他個人講 physically最大利益 現在在說這位人 他能夠追究最高 頂多是愛國、榮譽、愛情、親情、道德 上面那個是Absolute 他們價值觀是絕對式的 一定有對或錯 中間這個 對於是非對錯的觀點是 It all depends 端看當時的情況來決定 那再來齁 好啦 現在把人分類了 比較清楚了齁 好 來 這先不講 來 我們來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其實你們來 我們就是要給你裝頭的 為什麼裝頭 當你有頭之後就是效忠誰 你是有裝頭 我們下面要統治這群沒有頭 跟這群像動物一樣的人 我們要維持這個社會 很活絡的發展 有一個free market 市場讓他們運作 讓他們有東西吃 有東西買 可是你是那個有頭的人的時候 你就不受這個影響 所以我們進來當官員的話 我們跟那個錢財就檢查下來 絕對會讓你足夠的薪水 讓你過得比平常還高的 income 那你不需要為了這件事情貪污 但是你要效忠 為這塊土地效忠 知道嗎 不能隨便這樣 所以民政務當官的話 我們有兩個很嚴重的事情 只有死刑跟鞭刑 貪污就只有死刑 沒有其他選擇 你不是這種人就不適合來這邊 來這邊就是要效忠這塊土地 所以就是這樣子 來 再來 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在座各位 你們認為自由 幸福 快樂 就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的請舉手 聽不懂 我再問一次 你認為這輩子 這輩子就是要追求的 就是要自由 幸福 快樂請舉手 好 請放下 沒有舉手是什麼 不同意嗎 我問你 剛剛舉手的人 我只講剛剛舉手的人 你錯了 你們最近來上我們的課 經常舉手對不對 每次一件事都錯了 對不對 就表示你過去是真的錯了 你來這邊 那我既然是大三老師 我要跟你解釋 錯在哪裡 對不對 先不要急著覺得 懲罰 說 啊 流開 不用擔心 你們回答的時候 才發覺警覺到自己的問題 真的錯得很嚴重 自由 幸福 快樂 是一種感覺 不可以追求的 自由 幸福 快樂 是一個副產品 不是你主要目標追求 我舉個例子 如果有醫生 他說我以賺錢為目的 這種醫生你趕快去看 疑心啊 他說我以賺錢為目的 醫生你趕快去看 當然不要嘛 對不對 為什麼 一次會好的給我看三四次 是不會害死我 但是要賺到夠 對不對 你如果沒錢 不用想來看 那醫生也不想看你 你沒錢你看什麼病 那不要來找我去找別人 對不對 那就是以賺錢為目的的醫生 對不對 但是如果有醫生說 我要提供病人最好的服務 這樣對不對 講好對不對 因為他這種態度 所以來了很多病人 因為來了很多病人 所以他賺很多錢 你懂這個東西差距嗎 這樣他的賺錢就理所當然 對不對 因為他把目標設對了 賺錢是副產品 是伴隨著他做對的事情 伴隨而來的好處 就算沒有這個好處 他還是繼續當他的醫生 因為他目標很清楚 對不對 就是要提供病人最好的服務 對不對 沒有錯嘛 醫生如果以賺錢為目的 難怪嘛 現在外科醫生都在欠 醫美的一大堆醫生 那就是要賺錢的 是不是 醫美如果不賺錢 你看那醫生 是不是又跑到別的地方去 外科手術 你懂我意思嗎 從你的行為 我就知道你在想什麼 今天如果醫生不賺錢 他也不當醫生 當醫生只是他賺錢最快的手段 跟方法而已 所以他去當醫生 努力唸書就是為了賺錢 在座聽我這個演講 很多醫生要自己晚上自己想想看 反省一下 你到底為了什麼事情來重新 但是我們也不否定這個東西 你真的為錢 你最好技術好一點 反正我付這麼多錢 你就是做這麼好的醫技 那也無妨 就是交易行為 那我不講太崇高 那就是functionally speaking 你有這種良好的功能 你就賺大錢 但是 自由幸福快樂是一種感覺 我舉例 你們希望有花錢的自由 每個人說 對啊 我就是希望有花錢的自由 我一個月給你一萬塊錢夠不夠 這有點少 這不太夠用 十萬夠不夠 還勉強 一百萬夠不夠 有人笑了 那嘴一腳開始溜起來 一千萬夠不夠 一億夠不夠 我跟你講 頂期每個月都賺超過一億 他有自由嗎 有花錢自由嗎 沒有 你永遠追不完 因為他是一種感覺 比如說有個女生看到一個男生 好像可以給他帶來自由幸福快樂 他去嫁給他 就結婚沒多久 聚覺 沒偷懇 浪費時間 離婚再換一個 這個好像可以 我再嫁給他 這個也不行再換 這樣對不對 不對 照理說結婚就是我愛對方 雙方相愛 然後願意結了婚以後 便手之俗建立家庭 對不對 爸爸做爸爸該做的事情 媽媽做媽媽該做的事情 生了孩子 小孩子好好念書 晚上回到家 爸爸媽媽煮一頓豐盛的晚餐 對不對 全家一起坐在一起 享受什麼 自由幸福快樂的感覺 所以它是一種感覺 是不是 自由幸福快樂是感覺 你不可以 所以你剛才舉手的人 都是追求感覺的人 感覺來了我就結婚 感覺走了我就離婚 這樣不對吧 所以我們建構的基礎 絕對不是感覺 一樣 民政府叫你來做什麼 我們都用理性的分析 跟你講道理 所以我剛才跟你們 叫你們說錯了 沒有錯吧 我講解釋的方法沒有錯吧 我就告訴你這是什麼理由 所以我們為什麼 徐老師 大山老師你要說這個 因為台灣人就是這樣 有錢什麼都好 誰人管都好 對不對 什麼政府在上面都好 只要我有錢賺 我有飯吃 我可以繳稅 對不對 誰人管都好 現在外面的台灣人就是這樣 我就跟你講下面那個百分之 九十九的人都是這樣 你跟他講明明 但是你們在座各位都不是 你們都是什麼樣的人 我跟你講還沒有到官員 就對是非善惡很清楚的人 你們會希望知道 我到底為什麼 我還在那裡幹什麼 我到底是誰 我為了誰辛苦 為誰忙 這整件事情 What everything is about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對不對 你很在乎是非對錯的人 沒錯吧 你不想混混噩噩就過了這輩子 就再見 對不對 你們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你們 我跟你講 法理這種東西 聽得下去的人 表示你就是這種個性的人 你們不是這種人 老早就已經在那邊打瞌睡了 因為聽不下法理 法理 法理這種東西 理想法理 你聽不下去 你就是這種人 才聽得下去 我跟你講 你們在座各位認為 你們來這邊上課 是要因為上課 老師上課 來改變你的請舉手 你們今天來上課 希望透過我們的講課 幫你做改變的人請舉手 請放下 又錯了 又錯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很簡單的反正就說 你的這句話是錯的 我知道了 你們很生氣 沒關係 你們過去幾天也都這樣子 但是我就要挑戰 你們在座各位 都有男女朋友交往過 對不對 也結婚過 遲過三四十年的都有 請問 你可不可以改變你的spouse 你的另外一半 不可能 三四十年的 老婆怎麼不知道 怎麼可能改 你是什麼樣子 你改不了 你如果要改 你自己找麻煩 對不對 你要改變你的男朋友 或女朋友 你自己在找麻煩 因為本性難移 對不對 那你每天跟他相處都改不了 為什麼上徐老師 大山老師一堂課你就要改變 騙人 你不要為了要剖啊 講一關假的事情 真的不可能 我不可能改變你們 那為什麼要來上課 來 下一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來了 那為什麼要來上課 既然你改不來 我來上課幹什麼 我跟你講你要想 我跟你講你來善課目的 我們在篩選人 其實你們過期 本來就是對是非善課很清楚的人 但是在錯誤的土壤裡面 你長不大 可是來到這邊的時候 只是讓你原來的本性造出來 表示你本地就是這種人 但是沒收到好的教養 所以你長不大 來到法理的土壤以後 對的馬上就連上去了 你整個人就grub 像小樹然後變大樹 越來越長越大 對不對 所以民政務在這邊給你上課 是在篩選人 不是在教育人 因為我們知道教育的結果 改變人太困難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本地就是這種人 就對於是非對著很認真的人 才會來上課 上也上得下去 聽也聽得懂 表示你本地就是這種人 對不對 我們透過講法理的課程 你們是這種人慢慢就出來 浮出來 然後加上各種不同的能力 我們課越講越難 能夠聽得下去的人 一直就往上走 你就服務更多的人 所以這叫篩選的工作 聽得懂嗎 像make sense 學老師沒有亂講 進入下一個狀況 我時間都不太夠了 我要趕課了 看懂這話的人舉手 看有這百度的請舉手 一定看不懂的 來這個看懂得請舉手 看不懂得請舉手 不要舉那麼快 這樣就看不懂 情況下 就看不懂啊 好我現在只問看不懂 剛才舉手 我問你一件事 請問他畫的是飛機大砲嗎 欸你們會笑 就表示你們知道他是在畫什麼 畫人嘛對不對 請問他畫男生還是女生 你看又知道女生你說你看不懂 你知道他畫人 你又知道他畫女生 請問他畫幾個人 五個你看 你們看得懂啊 為什麼你剛才舉手說你看不懂 你看得懂啊 只是他跟你以前以為的女生 不太一樣嘛對不對 你們都以為這樣你就看得懂對不對 啊錯啦 我跟你講你看不懂 請問他在畫誰啊 你說你看得懂請問他畫誰 你不知道嘛對不對 啊請問他在做什麼 這幅畫你說你看得懂啊 這幅畫你說你看得懂啊 我跟你講他在上大號 維納斯在上大號 如冊 有沒有看懂英文的 Toyle of Venus 一七多少年 所以台灣人很可憐 你以為你看得懂 其實你根本就看不懂 你以為你看不懂 結果你都看得懂 台灣人灰色了你知道嗎 來這叫一點透視法 這叫做立體畫派 這叫做極端的立體畫派 因為你的觀點來決定他畫出來的結果 你知道嗎 第一章一段就好像你照相 咔嚓就是這樣子 但是你時間固定 觀察點一直在改變的時候 產生出立體畫派 Cubism 立體畫派 來這樣是不是一罐水 這樣也是一罐水 這樣也是一罐水 對不對 不一定要這樣看才是一罐水 你看我一定要這樣看嗎 後面就不認識我嗎 就從不同地方 時間固定 觀點在改變的時候 產生叫立體畫派 你知道嗎 會看喔 你們剛才錯過了立體畫派 都看不懂 來 看得懂了嗎 Cubism 多點觀 所以 一個Point 不管你是一點透視還是 多點透視還是這種 極端的立體畫派 都有一個原則 什麼原則 來 一上課就趕快坐下來 我上課上了一半 不小心被打了 來 它的原則叫做Consistency 一致性 什麼叫Consistency 我舉個例子 我今天穿西裝打臉帶來上課 對不對 我右腳穿皮鞋 我左腳如果穿高跟鞋 你覺得怎麼樣 額 額 它叫系統不一致的 狀況發生了 下一個 這就是系統不一致啊 一下又立體畫派 一下又有寫實 一下是 看不懂嘛 變拼貼了嘛 來我現在講一個字 Hozoku 法則 the law what is the law law是什麼 不是一般的法律喔 law在這 來我上課 來你們要講話可以出去 都可以休息 但是我上課的時候 一定保持安靜 你可以趴下來休息 要不然就出去 好不好 the law 法則 the law是什麼 放諸宇宙接準的道理叫the law 比如說萬有引力 對不對 宇宙的中間每個地方都有萬有引力 它不會有意外 也沒有驚喜 對不對 一個法則 宇宙中有一個法則 這叫the law 所以叫做與一致性 宇宙每個點都有一致性 所以你只要活在這個系統裡面 這個一致性都存在 我們賴以為存在的理由 另外一個什麼 地心引力 比如說你只要活在地球上 就一定受地心引力的限制 對不對 合理吧 所以你只要活在這地球上面 你寫的建築法規 一定要遵守這個地心引力 對不對 你不可以寫 你一定規定說特定的高度 要有特定的角度 特定的材料 要去量它的力學 對不對 你要符合這建築法規 你才可以蓋房子 要不然房子會倒 會發生事情 對不對 所以人要 你只要活在這系統裡面 你就要尊重這系統裡面的法則 你如果活在人類的世界 因為是大自然裡面 有男有女 要生 要生後代 對不對 所以你的明法裡面 就要保護家庭 跟婚姻的制度 跟生小孩子的制度 對不對 這樣人才會一直生下去 你如果不保護這裡 破壞掉了以後 人類就沒有下一代了 所以你寫明法的時候 就顧慮到人的一些 基本的法則 對不對 你只要活在這宇宙中 你只要活在這個法則裡面 你如果不遵守這法則 是誰倒楣 是人倒楣還是自然法則 大自然倒楣 當然是人倒楣 對吧 大自然倒楣 不會倒楣的 是人會倒楣 人會消滅掉的 所以為什麼要講這個 就是有一個法則 我們今天講的國際法 戰爭法 都是基於這個法則 大自然法裡面 人類尊重大自然的法則 人的原則 慢慢建構 the law of war law of nation international law 在這個架構上面 在建立所有的 各國不同的憲法 在這個憲法上面 架構不同的民法 行事法 各種法律 所以這個法律是有layers 一層一層建構起來的 過去台灣沒有說多 因為國民黨會不會接受 面臨這個考驗 你憑什麼站台灣 台灣是什麼時候變你的 你如果走到國際法裡面 你全部完蛋 所以它不讓你學這方面的基礎 你現在知道 我不要講太深 因為我們不是學law的 這叫consistence 叫一致性 我們今天告美國會告贏 就是在來這個東西 因為美國的法律 是有它的consistence 一致性 所以我們就 在法庭上抓住它這個辮子 美國 你成不成人救濟灘合約 當然成了 救濟灘合約 規定你是主要佔領全國 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當然知道 我說了算 好啦 沒有錯 你是根據救濟灘合約 你是主要佔領全國 你又講 可是你又委託一個代理人 在這邊對不對 沒錯吧 可是你要代理人 執行違反戰爭法的事情 你知道嗎 是什麼事 抓我們去當兵對不對 改變我們的國籍對不對 改變我們的語言對不對 幫我們小孩子受教育對不對 這都違反戰爭法耶 占領地的百姓 他應該有的權利耶 受到保護耶 可是我們都沒有遭受這個對待啊 美國人我抓出來 你就是主要佔領全國 你要負責 所以美國要嚇到才會趕快 法院判下來就是台灣人無國籍嘛 對不對 台灣人沒有一個人接受的政府嘛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煉獄底下 講到政治煉獄這句話很好笑耶 台灣人沒有感覺耶 美國法院的法官講那麼清楚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煉獄底下 煉獄很可憐耶 很慘耶 天堂上不了 地獄下不去的地方叫煉獄耶 你在那Protegory裡面耶 台灣人沒有感覺 好歲好歲啊 有飯人吃 有水人喝 有房子大 有車人洗 可以叫我睡 這樣就好了啊 台灣人連自己生活在煉獄中 看不到 為什麼 你落後嘛 你落後到一個程度 連自己在什麼狀態底下都不知道的落後 落後到那種程度啊 難怪你當奴隸啊 難怪去用區域不知道的人啊 難怪你不曉得到法院去告啊 台灣人要做主啊 時間看那個沒效的啊 來 Consistency 另外一個字叫做Integrity 表理一致 美國也是要表理一致 它 先講Consistency 美國也是三權分立的國家 所以法院告完之後 是怎麼樣 司法系統告完以後 立法系統跟行政系統就要配合 對不對 所以他幫我們成立台灣民政府 他知道他錯了嘛 他有看Consistency啊 你在村座裡面要當老大不能隨便 說 敲事情齁 這個人敲的原則跟那一局不一樣 不可以 為什麼 人家會翻臉喔 人家說喔 你做老大怎麼這樣 這邊標準跟這邊不一樣 你這樣下來換人 對不對 你要當老大一定要公平嘛 放諸事來的標準才能當老大嘛 任何團體組織都一樣 美國也是 你在世界上要當那個 最大的那個國家 你就有一套標準 對不對 你不要在這邊Cremia 或者那個地方跟人家講說 人家違反戰爭法 IS你違反戰爭哪 可是你美國在台灣為什麼 容許這國民黨流亡政府在台灣 違反戰爭法的行為呢 你說一套做一套喔 我們就指出他不一致的地方 因看私人的地方 我們就贏了嘛 對不對 我只要指出美國 你做的事情跟你說的不一致就好了 法庭在辯論都是這樣子啦 對不對 法庭在工房雙方都在指出 你的證據跟你所說的東西不一致 你就倒掉了嘛 對不對 都是這樣子嘛 來 不要講太深 其實喔 我們今天主要是要講歷史 講那麼久 鋪陳那麼久 就是要跟你講歷史 你們在座各位有誰是寫歷史的嗎 沒有啊 你頂多寫個人日記嘛 對不對 要不然寫公司嚴格史 要不然寫學校的校史 對不對 頂多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有沒有人寫國家的歷史 沒有 誰可以寫統治者嘛 在權力在位的人嘛 對不對 可是每一個人不管寫歷史 一定有什麼 Consistent有個觀點是一致的 對不對 他代表一種觀點 他不會跳來跳去 那很奇怪 你寫日記 人家以為你精神分歷 只能有一種觀點 Consistent 好啦 男生有男生的觀點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你有你的觀點 我有我的觀點 北美的印第安人 有印第安人的觀點 北美的白人有白人的觀點 請問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強者的觀點比較重要 是不是 我跟你講喔 男女結婚喔 當天就會出事 你知道嗎 這太太喔 剛結婚 很高興想表演一下 廚房裡面炒了好幾個菜 就把那個菜端到桌上 擺了差不多三四百以後 他心生坐下來 太太跟他講 你先吃 先生說 不要不要不要 等你菜都煮了 一起坐下來一起開動 太太說 不用啦 你先吃先吃 先生說不行 你就等你煮完菜再一起吃 為什麼不可以 他太太就說 我們這裡沒那麼浪費 不是 那個先生說 我家從小到大 都是大家做訂的開動 太太說 沒有我們家做生意的 不可能這樣子 都是流水席 先來先吃 這樣就可以吵架對不對 因為每個人 把他從小到大 習慣的觀點 帶進婚姻裡面 兩個不同的觀點 強蹦之後發生什麼事 衝突對不對 衝突之後呢 衝突呢 然後呢 協調對不對 沒有那麼快離婚 然後吵嘛對不對 爭到最後受不了才離婚嘛對不對 這是人跟人之間 可是國家跟國家不是離婚喔 是戰爭耶 也稀糧耶 是死一堆人耶 國家跟國家觀點不同 是好多家庭都死掉耶 幾十萬人 上百萬人這樣死去流離失所 因為觀點不同 這樣知道嗎 北美印第亞人繼續堅持他的觀點 今天就是怎麼樣 住在保留區嘛 大部分印第亞人的族都不見了嘛 台灣人的族就堅持他的觀點 他一定死 只會被人家玩 要是被人家玩死 就這樣子 知道嗎 所以 講歷史很重要 史觀非常重要 觀點會影響你的立場 立場會左右你的選擇 選擇之後會產生行為 行為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再講一次 史觀非常重要 觀點會影響立場 立場左右選擇 選擇之後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所以國民黨的流氧政府 一來就是改變你的史觀嘛 把你小孩子的觀點換掉 換成中國人的觀點嘛 對不對 那就是種族滅絕的動作啊 把你的精英殺光 第二個把你的男生都抓去裝兵 第三個 你小孩子都受到教育 叫做種族滅絕 阿拜都沒有台灣人 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是台灣人 可是大量人口都進來跟你拎 以後還有台灣人嗎 我講的血統還在嗎 就沒辦法了耶 你被滅種了你怎麼知道 台灣人不知道耶 所以中國流氧史觀 他說夾帶的幾個主要的目的在做的 專門來騙你台灣人 第一個 掩蓋剁去對台灣人的罪行 怎麼樣 二二八放假啊 放到之後 跟家裡的小孩子講說 明天放假我們一起來笑 台灣人的受難日 不會啦 明天放假我們去卡拉OK 買東西 放假日子 你看 顛覆掉了耶 一個顛覆掉了耶 台灣人的受難日變成慶祝 烤肉的日子了耶 這是怎麼樣 第二個 竊取未來 竟敢有關開羅學院 究竟在合約怎麼樣都不講 因為一講他就死 他目的是要竊取你這個地方嘛 對不對 第三個 當下你 剛才說中國要打台灣 你去買武器 你就要招錢 招水 交給他 最後他是拿錢 他的軍隊哪有能力去對抗中國 真正保護台灣是美國第七艦隊啊 那輪到中華民國在奧兵啊 不可能嘛 所以他整套的流亡史關是設計好的啦 讓你進去開始認同你的identity換掉了 你的認同感換掉之後 你做的就是錯的事情啦 你所有過去建構都是假的啊 都是為了他而做的 包括民進黨現在也是很可惡 你明明是台灣人 拿中國國民黨流亡政府在做這種事情 太可惡了 還去選舉 還在那邊提出什麼政策 都沒辦法啦 你民進黨就給你當選了 號稱是台灣人 可是你幫忙是什麼 幫忙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要就地合法 他也是宣誓中華民國啊 你有沒有看到這張圖 這個是不是 你不可愛喔 他是狼喔 披著羊皮喔 藏在羊的裡面喔 一起來選舉喔 來 佔領者是什麼 那我們是被佔領者 Occupier Occupier是佔領者 被佔領者 混在一起選總統 有沒有搞錯啊 身份怎麼換啊 美國國務院 What are you doing 雖然透過網播 我們在跟美國講 你在做什麼 你國務院在讚美這個什麼 台灣什麼民主 笑死人的民主 因為他是佔領者 跟被佔領者混在一起的 民主制度 怎麼會對 什麼叫民主 你的大前提錯了 來 他們以前怎麼玩台灣人 一開始 Fomosa 給你分 Fomosa is Japanese Fomosa is Chinese 所以Fomosa is Japanese 送回日本 二戰之後 老的台灣就是Chinese 當時是Chinese We are all Fomosa 但是我們都是Japanese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我們什麼時候都是Chinese 不是啊 從來就不是 對不對 Answer 第二個 台灣人變中國人 一開始改變我們的身份 對不對 每個人發身份證 把台灣人強迫 從大日本帝國換成 中國人 他要吃你的方法很重要 第二段 把中國人變成新台灣人 中國人什麼時候可以變成台灣人 你是透過什麼程序 你佔領者怎麼樣 他會變成被佔領者 這個角色怎麼換的 你告訴我好不好 那中間的transition是怎麼做的 請告訴我好嗎 定義 在1945年8月15號以前 才叫做本土台灣人 我們投降那天啊 投降之前這個地方 大日本帝國的領土 上面是住的台灣人 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幹嘛 我們是以這樣來認定我們的身份 是by law OK 不是離親在公共做一個 第三個 中國人想流亡政府就地合法 由台灣人來推動流亡政府合法 蔡英文就算你當選 你的法理依據是什麼 你憑什麼來統治台灣 你根據什麼 目前為止叫做TRA台灣關係法 有包括你台灣人嗎 有包括被佔領者嗎 現在今天不講那麼深的事情 今天主要是幫助台灣人 從治那系統裡面走出來 我時間不夠我要跳了 反正證據有分很多種 越上面越客觀 越下面越主觀 你是至於你叫什麼名字 我在拜國封到你 你就叫拜國好了 這什麼意思 你有沒有看過魯冰孫漂流記 我現在只是跟你講 觀點上的不同而已 魯冰孫是一個白人 這是一個小說1719年的時候 魯冰孫白人架了一條船 碰到大風浪 擱淺在一個島上面 結果島上他就蓋了書屋 住了差不多一兩個月以後 當地的土著來找他 就這個 兩個人像碰面的時候 那個白人就給他報名 說你叫做 我拜國封到你就叫拜國好了 把他取名字 那好笑原因是什麼 是他住的比較久 還是他住的比較久 你是外來人 為什麼幫住在當地在地的報名 這不很好笑 應該是黑人給他取名字嘛 對不對 所以叫白人觀點 是個人不發現新大陸的嗎 新大陸在沒有發現之前 上面老早就住一堆人 那不是 所以現在已經不慶祝Columbus Day了 美國就慢慢西雅圖開始 就不慶祝這個 因為這是觀點的問題嘛 哪問你 沒有親的名字叫台灣 蛤 欸 台灣人啊 沒有親的名字叫什麼 叫台灣 不是啊 以前唱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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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的 叫什麼 佛摩莎 也不是佛摩莎 我告訴你 無親本地無名 一塊土地上 從來沒跟外界接觸 為什麼要給自己取名字 你都沒離開這個島啊 北美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嗎 不叫印第安人啊 之前是好多部落住在上面 白人進去才給他取名叫印第安人嘛 不是 所以你不要搞錯 原來他就叫印第安人 誰給你取名字啊 就白人觀點取的名字 我們叫佛摩莎嗎 是葡萄牙人給我們取的名字啊 一個島上面只有部落互相生存 只有部落的名字 不會有島的名字啊 因為我們沒有離開這個島啊 現在知道嗎 嘿 你們腦筋要轉一下齁 以前國家地理雜誌你看 1920年的 我把你抓出來 佛摩莎的Beautiful 剛好用台灣 紐約時代那個報紙上面寫 Tons of explosives for Formosa 成盾的炸藥炸在佛摩莎上面 是用台灣還是用弗摩莎 弗摩莎啊 台灣是中國人給我們賠名啊 來 三分之四個 Peace Treaty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the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澎湖啦 Pescadores 弗摩莎 還有用台灣 沒有耶 在條約裡面 我跟你講 有日文版有中文版有英文版 最後如果產生爭議 是以哪一個版本為主 英文嘛 英文嘛 英文用什麼 弗摩莎 你們家房地產契約上面 會不會隨便寫 阿臭的賣 不會嘛 一定寫你自己本人的名字 加上身份認證指導 加上電話號碼 加上住址 怕說這間的房子 會不會拿去 對不對 所以一定用你的本名嘛 對不對 你有沒有親在寫一下賣 一樣嘛 在條約上面一定用你的本名嘛 台灣的本名就 FOMOSA Pescadores 這樣知道嗎 你如果用FOMOSA 來想台灣這件事情 全部一清二楚 但是台灣的話 中國人在玩每個國家都玩台灣這個字 你知道嗎 來 存在感 Sense of Existence 存在感是什麼 你們什麼時候開始知道自己活在世界上 什麼時候開始知道 我還在世界上 我活在世界上 我跟你講 當你開始吃媽媽的奶 肚子餓的時候開始知道 為什麼 開始有另外一個存在跟你互動 原來還有一個會照顧我 肚子餓會保餵飽 對不對 沒錯吧 慢慢長大以後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跟你玩 再來爸爸媽媽跟你玩 親戚朋友跟你玩 你的參考點 reference points越來越多 所以你建構的存在感越來越多 對不對 這種人如果從小到大 存在感強的 怎麼樣 自信心就強 自信心強的小孩子怎麼樣 學習力就強 學習力強的小孩子怎麼樣 競爭力就強 以後就可以貢獻人類 對不對 沒錯吧 但是如果這個過程發生問題 一小孩子一出生的時候 哇 肚子餓 然後啪 競爭水杯 寶貝會嚇一跳對不對 這是什麼狀況 再玩一次 又打一次 我以前到育幼月裡面 帶很多小朋友 遊戲 唱歌調帶著食物去 大家都吃得很高興 結果是一兩個小時 藏在桌子裡就不要出來 我說為什麼 後來老師跟我講 他們的受虐兒 從小就被靈體大了 他不希望人家知道 很低的存在感 都藏在床上 都不要出來 我說台灣人就是這樣 我是台灣人 拔下去 我台灣人說台灣人怎麼不對 發脾 發脾 當我們台灣人在形成 我們自己的存在感的時候 要否定 沒辦法再灌一個名字下去 新的一代不知道 我跟他說過期一代都是這樣 很嚴重 連台灣這兩句都不能親切說 嚴重到這個地步 你就是受虐兒 所以台灣人都受虐兒的臉手 很可憐的 你們不知道 我們從小被否定我們自己的存在感 你在形成存在感的時候 被否定 再灌一個鬼名字給你 你知道鬼名字是什麼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鬼政權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什麼叫鬼政權 離開他本來的身體 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不是鬼是什麼 是不是 人死掉靈魂 離開他的身體 不就是鬼嗎 中華民國你的身體在中國 台灣到底是什麼地帶 中華民國憲法至今沒有包括台灣 你是個流亡政府 就是鬼政權 不是 你沒有身體的 你身體 現在要找台灣做你的身體 你想就地合法 就是要找一個殼 鬼要附身 鬼附身 說一個故事的人聽 以前格拉森 聖經裡面講格拉森這個地方 墳場鬼很多 有一個年輕人被鬼附身 全身空無有力 亂 村民覺得這樣不對 跟他拔拔起來 沒多久 一下那個鏈子弄斷 又衝到墳隊裡面去叫 他說亞洲來 亞洲代表真理 他來了 那個年輕人衝在頭上 他說 哇 永聖上帝的兒子 我時間怎麼不夠 你現在就來什麼 前方叫我現在就下地獄 亞洲沒有跟他說話 沒有跟他多講話 就問他一句話 你叫什麼 他講不出來 歐歐歐 歐歐歐 說這句話 我叫群 群是什麼 一群一群 因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多到變一整群 亞洲說 對這個人的身體走出去 給我離開 這鬼就衝出來 就衝到一群豬 兩千頭就衝到海裡淹死 這個年輕人就恢復理智 醒過來 把衣服穿起來 知道自己是誰 一樣 台灣人 你是什麼人 中華民國人 我也是台灣人 叫貴夫生 鬼替你回答名字 你自己沒有能力 講出自己是誰 那就是貴旗台灣人 所經歷的事情 所以現在法理出來了 真理出來了 鬼以前被你騙的這一群 就要離開了 台灣人都撤起來 現在黑市民拔著這個中華民國 劉門政府 要繼續跟他戲演下去 什麼人 就是當機 鬥頭 那不是 過去靠這鬼附身在探家的人 就是民進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來本土牌 這頂人 那不是 所以現在國民黨 那個藍的要走了 剩下這村的 黑市民拔著 不讓他跑掉 國民黨要分崩分裂的時候 誰最緊張 民進黨最緊張 你緊張什麼 你的對手啊 導播是最好 錯了 國民黨真的糟糕 民進黨何以立足啊 不講太多 來 被抓到賊惡的王子 在發現自己的身世以後怎麼樣 你們現在知道自己的身分是什麼了嗎 你下面人 台灣人還要你講台灣人 台灣人繼續當奴隸 你不曉得嗎 當然是什麼了不起 北美有印第安人啊 現在是不是住在保留區 你要講我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你才有存在的 資格啊 不是價值啊 今天我們去告美國告贏 是因為你是以大日本帝國臣民的身分耶 那時候我們的林寶斯基 告之後美國說我儘管要向你 我還給你誰啊 你們是中華民國人 我還給你誰 我是佔領者 被佔領地的百姓在哪裡 所以你一定要 你那個ID很重要耶 ID證明你是本土 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啦 我們是按照戰爭法來告美國啦 你是佔領者 你就要按照戰爭法來解決台灣的問題啦 你只說台灣人沒效啦 我上了這麼多的課 不是要告訴你是台灣人 這不用說的啦 但是你是大日本帝國臣民 你一定要很 知道這個東西的價值 過去我們北部阿公阿嬤一代 就是搞不清楚狀況耶 走去那邊你聽聽他的啊 完蛋啊 殺呆 我跟你說永遠都會當奴隸 但是你一堅持你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就是說非常重要 美國在被迫 不得不 以佔領者的身分回來 一切成立民政府都是以戰爭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他才不可以叫你去當兵 所以他不能跟你抽稅 所以不能隨便改變你的語言 那都是違反戰爭法的行為 你如果不承認你是大日本帝國臣民 那都不用說 你台灣人又怎麼樣 繼續把你吞打 繼續把你冷靜 所以一群搞不清楚的台灣人就是這樣子啊 你來這裡上課就是上這個啊 要搞清楚法理啊 你法理不懂現在誰被人家玩的啦 你只有被人家玩的 我跟你講 這個世界就是懂法律的人 統治不懂法律的人對不對 沒錯吧 沒錯啊 是啊 有知識的人統治沒有知識的人對不對 一直都是這樣子啊 哪一次有例外過 不會顛倒過來的 我跟你講 你來這裡就是有法理嘛 學法理頭腦要清楚 邏輯要清楚 知識要豐富 你就不會被人欺負啊 要不然你平時怎麼當官員 再跟外面那一群搞不清楚狀況的人嗎 台灣人趕快嗎 用情緒性的表達嗎 救不了你的 來 好啦 趕快 我沒有時間做這麼多 種族滅絕 你看 我看了幾分鐘 來 中國對西藏做什麼事情 西藏的政治問題跟種族問題的混合體 企圖用消滅種族的手段來解決複雜的政治問題 你知道西藏發生什麼是嗎 中國大量的人口雜種進入西藏嘛 掌握文化歷史的解釋權嘛 外族人跟西藏人加起來變成一個叫新西藏人 所以當然啊 媽媽 海西人帶一人去印度德蘭沙啦 在幹嘛 留他的種你知道嗎 要不然以後沒有西藏人耶 你知道嗎 用人口就跟你混啊 歐洲現在敘利亞就是這個 美國對台灣人也做一樣的事情 1945年之後 美軍用軍艦將兩百萬的支那人送進福爾摩沙 兩百萬耶 那時候台灣人有百萬 福爾摩沙採用支那人的觀點改稱台灣耶 再來掌握文化歷史解釋權耶 再來支那人加福爾摩沙變成新台灣人 就做一個假的民主選舉 為了要就地合法啊 一樣啊 這就是種族滅絕 叫genocide 你知不知道 以後 今天這個課以後再講 來 基辛吉以前講過一句話 你一直在講 你一直在講 美國人做正事 才能做正事 後來他們做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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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諷刺美國人啊 這諷刺美國人啊 但台灣人已經很慶善 六百個一個程度了 夠了 美國人什麼無所不用其極的 達到他的政治目的 以他國家利益為理由 你不可以再這樣玩下去 國務院裡這些官員 不可以再繼續 再稱讚這種假的民族 台灣人已經站進 台灣人知道他自己是誰了 We know what we are doing We are prepared 我們Ready 準備好了 OK 來 我給你補一點 來 時間不夠 來 補一些 日本人的 大日本帝國第一代總督世紀 189年1945年 第一代總督華山之際 第二代總督貴太郎 第三代總督乃木西點 鵝魚元太郎 按照照片這樣走 這是後腿姓平多一張 你看 領台善後租稅減免預告 地方官制委任立法制度確立 台灣總督府批一位設置 司法制度 地方法院 副省法院 高等法院 大家一直下去 你統治一個新的地方 要做事情 百費待薪啦 太多事情 你們學行政的人 就知道他在做什麼事情 你不讓他走 你看 基隆高雄港 主港工程 現在1898年就開始做了 包夾制度全島道路鐵路設定 平衣十斤 總督府醫學院設定 台灣銀行創立 財政二十年計畫 財政獨立計畫 預計明治三十八年完成 OK 爸爸一直唸 唐業 台灣神社 學校整備 太多了 我跟你講 中國人說他統治台灣人 兩百多年 笑死了 你撥了什麼經費來 大清帝國經費都不夠 怎麼可能要建設台灣 不會吧 但日本帝國那時候 每撥一份經費都有紀錄 所以你現在懂得日文的話 你可以上 他們大日本帝國議會 每年開會 撥多少錢到台灣 幫台灣建設 都在這上面 我只是拿出一部分給你看 再來 左九先生走馬太 安東遮美 你看 化學部中央研究院 台北市下水道 開始設置 4月11號 明石 田間治郎 為什麼要講 因為那一年 黃太子有來台灣 就這個 那時候 台灣人 有一些人 很可惡 社會社會主義 社會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 這麼老人不要來 總督說 沒有啊 台灣人非常忠實順 感視一同人聖恩 絕沒有危險 你也要來 兩個不同的場景 一個是大清對台灣人說 男無情 女無義 對不對 三年一小五反 五年一大亂 那是中國人對我們台灣人的形容詞 為什麼 女生 你老公對我好 我幹嘛跟你反 每天跟你吵架 吃飽就想贏 對不對 你一定是對我不好 我才會跟你反 跟你鬧嘛對不對 到日本時代 北部港 我主要跟你說 日本時代很好 對不對 發自內心啊 你叫你去稱讚 你老公對你多好 騙不了人的嘛 對不對 一邊講我老公對我好好好 一邊含著眼淚 我跟你講 這是很真誠的事情 所以那些日本時代說的 是很自然的 真的是享受到 我待會兒慢慢看 這過去的台灣人 以前的台灣人長這個樣子 不好意思 我不是在說點不好 但是以前台灣人真的比現在的各位 包括我在那裡比較好看 比較有氣質 你看他們穿的衣服 你看男生 穿西裝打臉戴的樣子 你看女生穿 法國高級定制服 在說各位 大概沒有人這樣穿 你看 很燒包 你看那眼鏡都還有這種 Fashion 我跟你講他們都是流美的 來跟你們同學錄看看 以前台灣人日治時代 台灣人留學日本 將近有二十萬人 台灣人那時候沒多少 二十萬人留學 中間去美國人來看 鹽水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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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錫原科維 你看美術 化學 經濟 神學 政治 醫學 你看 Floence 美國的U of Illinois 香港人 都不懂的學校 裡面有一個出賣台灣人的 叫做音條件 他說我是台灣人 還是中國人 就是他 後來我講說 他為什麼講這種話 後來去查他的畢業 這種畢業計程車才知道 你看 U of 念字字學 對不對 U of 一定都在香港 然後呢 南京政府外交部 要知道吧 會進入外交系統 都是西中的 西中的 西中的中國人才可能進外交部 你以前不是日本人 怎麼進去中國的外交部 對不對 叛變嘛 對不對 知道了嗎 出賣台灣人都這個 給我看 來 我們先看一些照片 過去大清帝國的照片 你是不是可以拉一個 然後一張一張圖走 沒有 有啊 有一個專門是圖片的 來 開一下圖 從第一張 來 點一下 來 對 好 謝謝 我可以點嗎 我這個可以Ctrl的嗎 來 下一張 來 我不能點耶 他是用播放的方式嘛 OK 可是要放大 來 你用Double Click的方法好不好 Double Click 按兩次 頭影片放映 你按那個頭影片放映 這裡 對對對 謝謝 那要怎麼那麼模糊 解析度怎麼那麼糟糕 再小一點 OK 來 我可以按嗎 我現在按不下去耶 OK 好 好 好 這應該可以吧 你幫我按好不好 來 下一張 下一張 再走 我時間可能不太夠 來 下一張 幫我按下一張 下一張 來 再走 以前的那個大清帝國的時候 你每張都要這樣子嗎 這樣的話很辛苦耶 這樣我沒辦法看完全部的影片 來 再往下走 再走 再走 我們走快一點 來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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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在淡水 這什麼 這張是什麼 會不會看 這什麼 大清帝國的時候 它叫檳榔西施 阿嬤嘴在賣檳榔 在賣檳榔啊 那真的是檳榔西施 所以台灣人要降低檳榔人口很容易 叫阿嬤去賣就好 不要找那些辣妹 那搞錯了 人家一定買 你如果叫阿嬤去賣 阿嬤像人家買不下去 阿嬤買檳榔 阿嬤都買去啦 對不對 實在是 來 下一張 再走 西鄉重道 來 再走 那時候有一個出燥 高大主出燥 你看這邊 回到剛才那張 整列隊的那個 來 這邊都是高大主的勇士 每個人都拿來什麼 地鼓對不對 地鼓上面那是什麼 不是人頭 對 狼頭 再往前走 你看 這是嘉年華會 對不對 小朋友高大主的小朋友在那邊看熱鬧 婦女在那邊跳舞 有日本軍官 你看他手上哪有什麼 人頭 在那海就是人頭 來 再往前走 後來就教他們怎麼使用軍槍 來 高大主的女孩很漂亮 來 再走 來 高大主的頭目 你看每個人兩隻腳中間都是什麼 唉唷 竟然死 我告訴你 那時候 便不做差不多六百幾顆 六千幾顆人頭 日本也幾十顆人頭被砍下來 來 再往前走 所以那時候洗澡都很小心 來 過來 這是他們殺到小學 因為他們拒絕接受日本教育 那個是日本人在那邊設立學校 高殺族的人進去全部都殺 這個是因為生還者 這個老師 日本老師把他們藏在分坑裡面 後來把他救出來 來 再來 其他照片太殘忍 我就不給你看 快接受教育 OK 來 再走 OK 再走 第八連隊進出 來 再來 開始學畫畫了 用彩色的蠟筆畫畫 來 過來 以前沒有過的喔 來 再走 來 再走 來 再走 來 這是什麼 中三女中 前身 我媽媽這個學校畢業了 第三個月 再大一點 再大張一點 稍微再大張一點 來 來 你們發覺一件事情 以前人比現在有氣質對不對 每個都很漂亮啊 你們看那些臉書 你們看人嘛 你們上一個年紀都會看人 這些女孩子每個都漂漂亮亮的 很斯文博達 端正耶 四隻耶 台灣人現在的臉書都變成這樣 叫立方政府教授 難民的文化交出來 那臉書就改了 還記得台灣人是生這樣 再來 再走 來 再走 你看 鐵路醫院 鐵道醫院 再走 第一 再走 來 再來 時間不夠 我要走很快 因為我要放影片 來 再走 再走 來 走 這叫 公費長 來 中國人給它叫 三三樓 你看 這是什麼 一本期待 怎麼會是這張 這個 華山小學對向南門國小 以前棒球運動是全台灣都是啦 才有可能打到K那種甲子圓的Final 這個是隨便任何一個小學裡面都一定有棒球帽 手套 制服 球棒 對齊 教練 領隊 這是騎馬的規格 什麼紅葉隊拿棍子去 竊腳去弄酒頭 有那麼可憐 還沒當之後才這樣 以前進行台灣人的棒球隊是這樣子 再來 再走 公車 台北市公車 來 再走 再走 我們要準備放影片 來走 走快點 建宗的學生 來 前面一張 建宗的學生 來 再走 下一張 這裡是哪裡 歐洲 管前路走到底是哪裡 台北博物館 破不慣 沒有人會在殖民地蓋博物館 來 再走 橫陽路 再走 龍丁 再走 走快點 時間不可能 這都是最近的照片 北投 北投的車 來 再走 中山橋 來 再走 再走 台灣博覽會 博覽會讓全世界各國會來看 來 再走 新公園 來 再走 以前大學育科的學生 你看他們在施設 練那個牌具 抽菸喝咖啡 你看多休閒 來 再走 再往前走 這是什麼 在公會堂裡面那個國標舞比賽 日本老師來辦國標舞比賽 來 再走 來 再走 再走 新竹鄉下 我都會把幼稚園的 再走 我們放影片好了 來 我們放影片 你們時間不夠 走快點然後放影片 啪啪啪啪 再按快點好不好 可不可以按快點 來 再走 讓你們全部照片都看到 來 再走 再走 天皇過來 台中香蕉 你看 台灣以前這樣 你們沒辦法 因為時間不夠 所以放很快 來 豐原家政女學校 來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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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水源地 那時候每家都有自來水 台南 台南女中的照片 再走 台南 師範 台南師範 來 再走 來 以前台灣的 高雄 堂場 高雄軟室棒球隊 以前的港口都是這樣 你看 幼稚園都是這樣子 台灣水產事業學校 學生開派對 你看 以前去旅行 亂比旅行 都開車 屏東便當設置會 屏東婦女會 來 再來 再走 再走 來 基隆女中 游泳 來 關掉 放影片 來 影片開始播 南進台灣 沒有抓過來 聲音稍微小一點點 這邊前面的燈可不可以關一下 從後面關 有一個燈 不要關前面就好了 OK 謝謝 1895年4月17號 馬關條印確定 台灣貴族我國 大日本帝國 執政40多年 拍攝這個影片 新興的台灣 你看 從剛剛看到賣檳榔那種攤子的樣子 現在已經變成這樣 台北市 總督的史政是 至今40年 從1895到那邊已經40年 來 改禮之前 台灣被清朝政府當作畫外荒帝 台灣的居民當作畫外之民 現在都變成這樣 改禮之後 遜遜成帝國成名 成效卒助 改禮以後不到多少年 平定土匪的叛亂 產業的指導獎勵 鐵路港灣交通建設改修 通信衛生整備 治水灌溉理藩教育普及 地方制度或改革或軍事方面 那是本時代的 相當短的時間 有很好的成績 台北市那時候就有夜景 你們開夜景要看什麼 Infrastructure 就是基礎建設要好 他們鋪電線 才會有路燈 才會有夜景 這是台北橋 過去的台北橋 明治四十四年一九八月 甘的機會把過去 大清帝國蓋的房子都拆掉 重新做新的都市建設 中國市的房設都壞了 它自動壞掉了 台北橋 看來我們來順便完成 都換掉了 留幾個牆 東南四六門 這叫做雙帥樓 就是這樣 對啊 真的是漂亮 都市有規劃的 聲音稍微再大一點點 晚安 謝謝 那個台北州的地蘇 以後我們的制度也是回到大日本時代 有六個州 台灣軍事領埔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 中研究院 這都是日本時代從的 中國人只是接收而已 郵政局 對面是台灣電力主持會社 電力公司、郵政 郵政、電力 這都不簡單的系統 總督府官邸 日本人的建設就是跟我那種 像難民式的那種 違章建築的概法是不一樣的 太高地、祖高地 那是不一樣的 它是整個國土規劃 現在是總督府以北 所以你現在說的是什麼 中華路啊 敵化的那些開機品 嗯、白 嗯、塞 你看 公車 台北市公車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你看那種台灣人 穿日本和服的、穿旗袍啊 各種Fashion的衣服都有在穿 我們待會可能要稍微跳快一點 我都會選一些地方走 鐵路、鐵道局、旅館 啊、稍微跳一下 這是台北車站的回家 Hyper Aki 來 再往前跳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 一次就是一點點 不要拉太多 哦、這下面是基隆河 啊、上面是去銀山 中山北路走到底 上呢、圓山 現在要去 在一個 在一個旅館在上面 哦 台北公會堂 其實在台灣人 在台灣人 在台北公會堂 對 現在在講中山堂 只要換個名字 其實在台灣人 台北市的市民一人 叫一口氣 博物館 你看看 大日本就注重休閒 還有知識教育 各方面 台北放送局 播音 一天 日記 台記 播音 植物園 來 稍微往前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 一點點 再少一點 對 等一下 我剛剛跳過一個 那個 再往前一點點 再往前一點點 那個高夫球長 來 看一下高夫球長 等一下 沒看 再讓他再走 這邊之後 對 建功神社 怎麼跳一下 奇怪 好 沒關係 這邊也跳過好了 這沒有多多時間 我們看看 看其他多一點建設的部分 再往前走 這只是做對照組 你看 以前那個 來 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 現在是沿著河 來 這裡是北投的 北投的溫泉區 有沒有看到 你們現在去北投還是可以看到這個 溫泉旅館啊什麼 北投再來什麼 淡水 高夫球長 一本來就 高夫球長 我們再跳一下好了 這邊好像時間不太夠 我們看金竹做茶葉的 再往前一點點看有沒有茶葉的 一點點就好了 一次不要跳太多 沒關係再往前走好了 你看路燈 光看路燈就知道那時候 電線桿路燈 那時候有一個日冬紅茶 你看怎麼製作過的 前面當然是手工去攔鋼去辦 但接下來要怎麼處理 你看看 特產品 你看 就機械化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機械化設備 然後生產線 頭髮都弄得乾乾淨淨的 看 我們要看阿嬤的時代就是這個標準 你看 輸送袋 所有都系統化 那比最快的事情 日本時代 一九二十年三十年 台中 對 知道台中車站 那時候的建設是北中南同時進行 沒有所謂的偏遠地區 東共南才有所謂的偏遠地區 日本的建設,台灣這麼小的一個島什麼偏遠地區 很漂亮,那叫綠川 綠川街道的路燈 綠川柳川 有台灣的金庫之稱 彰化銀行,稍微跳一下,這沒關係 台中周廳 台中公園 再跳一下 一點點 一次都不要太多 一次一點點 我們現在看的是那個 日月潭 發電 這麼多層次需要供電 你供電中心在哪裡 那時候就十萬千瓦 先看你那時候的供電設備 準備二十四萬千瓦的電力 準備全台灣使用 你看,從高耀配電 你看 日潭以南以北到高雄到台北 再往前走一點點 要不然時間來不及 台南,再跳過 這邊跳過 再往前一點 台南的童星 不好意思 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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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前一點 要不然時間不夠 這跳過 這是阿里山的鐵道 再往前走 我們講唐葉 看唐葉 你看 剛才嘉義也很漂亮 再往前走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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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看唐葉好了 這唐葉 日本 治理台灣的同時 把台灣的唐葉做起來 世界第三大 第四大的唐葉 那唐不是光是唐喔 唐會相關是煉乳 酒精 跟燃料有關的 包括下面鐵道 一直拉到港口 再往前走一點 這邊讓他們看沒關係 我要看 當時是怎麼種 種這些東西 你看 我們現在講 將近一百年前的台灣 有關喔 你看 以前都用機械化設備 在種植喔 點心煉乳罐頭 那種網來也出去 也是透過這樣子 相關性的基礎 產業 唐葉衍生出去的產業太大了 以後台灣人來想 什麼在對台灣最好的產業 產業是什麼 再往前走一下 一點點就好了 一點點 我讓他們看一些圖片 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 然後接下來變成燃料 你看 那時候工廠 日本帝國是先進國家 那以前台灣的日本 就是這樣子 來 再往前走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 它也有試驗水 用燃料 改成燃料 好 純度很高 他們的智堂社會 準備 好 再往前走一點 你再往前走一點 你還再往前 這是 烏山頭水庫 灌溉整個農業方面 涵蓋那麼幾萬 就是靠這個 來再往前走 日本期待的最後 來 再往前 才會變成倒作三 三期 這都很重要 以後你們可以回去 網路上看我的台灣時間 影片都完整 現在高雄 來 再往前走一點 回家 來 一點點就好 來再走 你看高雄 碼頭那時候就這樣子 日本期待就這樣 高雄那時候就這樣子 在運動去 來 再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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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跟高雄 來 再往前走一點 再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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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高 高雄館就這麼整齊 連工廠都沒有亂蓋 再往前走 來 這台灣人 高雄 好 那日本 那個 內容 內地到基隆 我們內地是日本 三中夜 文字を出て二中夜 着きます 船は 一萬トン級の優秀船六隻が 配せられていて 内大定期航路は 内地と台湾との 航路とも思われない 豪華版であります 台湾は南方開発の 国策指名追航機関として 新たに創立せられた 台湾特色会社をして 移民招致その他 未開地の開拓 面下の栽培 特色金融事業等 種々拡作されております 台湾には まだまだ開拓の余地が 残されておりますが 看見小孩子 穿上衣服就不得了 台湾特色の使命は一人 台湾島内のみならず 南市南洋における 法人事業の助成を成し 既遭官の中国既ares Widodo el 東京オーサカフーコレット 台北の間 antagoniser わずか1日の連絡に延縮されております 台湾は付えて 産業と経済難信国策のため 我々は国国一致で 追航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接下來就我們高砂組的 大學也有專科學校畢業 當警察當老師都有 好 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邊 下課